它主要的来源是这一本书的 可以参考这本书的这些章节等等 这里面我们就会进入一堆数学模型了 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数学 下一次上课就开始有数学模型了 这里面第一个最重要的数学模型 应该就是所谓的Kedemar 这个其实是一个一般的模型 并不是只用在语音 它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情形上 但是语音是一个非常适合的环境 因为语音训号实在变化万千 我们刚才提到同样一个人讲一句话讲两次 他的训号完全不一样 那么我们如何model它 最好的方法很可能是用几率 就是让它是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不过各有一个几率 那这个几率有多有少怎么来 让data告诉我 training by data learning from data 但是语音训号是如此的变化 如此的复杂 所以也不是很普通的几率 它有非常复杂的模型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有好几个state 然后这个什么什么 相当复杂的 那所以我们下周一开始我们就要开始讲证 所以这个要来才行 那这个我们这个学期下周照常上课 可是第三周我要出国 所以第三周就会停课 另外我们还有一周是春假会停课 所以我们会少掉 我们会少掉两周的课 要怎么办 补课有办法补吗 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想清楚怎么办 所以呢 大家先心里有数 我们的进度是比较辛苦的 因为我们会少掉 我会出国一次跟这个放假一次 所以我们这个进度会比较辛苦一点 好 那我想我今天要说的说到这里 那现在有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加签 那加签怎么加法呢 这个我通常都是在这个时候 让要加签来跟我加签 但是今天很不巧 因为我中午有一个午宴 我得赶去那个午宴 我已经迟到 所以呢 我的办法呢 是这样 就是呢 要加签的人 请你写一封email 给我们的助教 助教提供一个email address 要写在黑板上还是怎样 你会公布在课堂上 OK 你写个email到公布的那个address上面 那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如果是资讯系的大学部同学 没有问题 你一定可以加签 这个是要跟电机系公平 所以一定可以加签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也是要写email来才行 然后呢 如果其他系的 你只要用电机系的那个课号 你可以直接注进去 也没有问题 那真正有问题的应该是研究生 因为你不能用大学部的课号 所以研究生要加选的话呢 请你写个mail到公告的那个address上面 同时说明你是哪一个实验室 哪一个所 哪一个指导教授 那我会 如果你已经有写信给我 你把你写的信 copy在后面 那如果我有回信给你 你把我的回信 copy在后面 你有先写信给我的 当然会优先 我有回信给你的 更会优先 然后呢 如果是这个领域 实验室跟我们这个领域相近的 当然会优先 然后呢 再来当然你越早信 越早寄进来 就优先 你越晚也不会 然后呢 我要确定 只有今天在现场的人才可以 那今天不在现场 你去跟他讲没有用 我不算 所以呢 我会请助教在这边登记一下 你要写信来的 你也跟助教登记一下 我们确定你人在这里 你的mail才算 然后呢 我们应该以今天下午五点以前为止 过了五点的一律都不算 然后现在如果不在现场也不算 所以呢 今天下午五点以后的都不算 现在这个不在现场也不算 那如果要登记的 就一个先跟助教登记一下 然后在五点已经记没有进来 OK 刚才讲应该够清楚了 第一个 如果你有写信给我的会优先 你把你的信附在后面 如果我有回信给你的优先 你把我的回信附在后面 没有的话 你就写你的实验室 你的实验室 你的指导教授 你的所 你的主 等等 我会根据那个来考量 这样子 好吧 我们看这个 这个人数状况再决定 到底能够加签多少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呢 就是现在在这里跟助教登记 我们的登记你在这里 然后另外在五点以前既没有进来 好 我们今天上到